李总 赵氏通知你今天下午参加新品牌不会 邀请喊一会儿就到 而且他还说 赵总特别期待您参加 好啊 看好戏喽 药丽 邀请喊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各位这一次来参加 赵氏集团秋季新品发布会 为了这一次的发布会 我们的设计师准备了很久 他们对我说 他们想把这个中国梦 展示给世界 我说这个中国梦 一定是个美梦 它包含着发愤 图强 积极 向上 也代表我们中国人 走向世界的决心 和无限的宽容 请问梦想家什么时候上架 这一次我们现在网上发行 如果想抢先购得的话 请下载我们的梦想家APP 前一千名 可以得到意外的惊喜 各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组设计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请关灯 对了 忘了给大家介绍了 今天来的还有我们服装业的龙头 李氏集团的李总 我们现在有请李总 为我们送上祝福 好 大家都知道 我们和赵兰格先生 赵氏集团是很好的朋友 今天非常高兴 梦想家非常出色 李总 您是不是也觉得 这次的新闻发布会 无论从品牌的内涵 还是情绪上 都超过了果儿品牌的 明媛的花园 我认为艺术并不分高下 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吧 李总 您认为梦想家 会打败明媛的花园吗 应该这么说吧 梦想家的成功 是我们大家的成功 是我们中国时尚业的成功 因为我们大家都肩负着 中国时尚业的发展 肩负着中国时尚业 走向世界的重任 只要我们每个企业 都做精品 这样我们中国的时尚业 就有希望 谢谢大家 明媛 我有事先走一步 恭喜哦 李总 李总 请您稍等 请问方洋会 会被梦想家打败吗 李总 请问 可以再回答几个问题吗 李总 请您稍等 李总 今天下午 肇事集团举行了 本季新品发布会 不是说赵氏的设计是明媛系列吗 你听谁说的 我秘书啊 要不然为什么让咱们把糖果的设计 改成明媛的花园呢 可这根本不是明媛风 是梦想家呀 就是啊 我看李总肯定要气炸了 你们说赵氏的新品是梦想家 是啊 天天 快过来 快点快点 李总 应该这么说吧 李总可真是利好 我看他肺都要吃赵 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这你就错了吧 李总这是对外 我觉得啊 这次肯定把怒气全撒给咱们 咱们这次啊 惨了 怎么会这样 赵氏的主题是明媛家 赵明媛一开始就没相信我 他也是在骗我 我该怎么办 喂 你在哪儿 有事吗 我有话想当面跟你说 好 正好我也有事想跟你说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那我发地址给你 好 拜拜 拜拜 恭喜你啊 发布会成功 来了 有什么话说吧 我们分手吧 如果是因为我把你发布会的内容告诉我 告诉我妈的话 那我向你道歉 不必道歉了 商业竞争嘛 理所当然的 其实我俩坐在镶嵌的桌上 就是一场熬战 只是看谁 先陷进了谁的陷阱 陷阱 陷阱 看来你一直在利用我呀 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吧 从来没有 那正好 我也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咱俩扯平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以后我们也不用再见面 我走了 走吧 假如所有的谎言 都埋藏在迷雾 假如我 可以给你快乐 假如片刻的感动不测被辜负 微笑会占据多少篇幅 真心哪什么亮度 失去怎么构图 光影中 音乐你的美目 我 云露 有一个俩 有一个俩的感动不浪 不得 你能不能也不得了 你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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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我那年伤心逼住 慢慢倾诉 爱你这段路 倾涂眼泪 模糊孤独